大陆重庆一户人家早上出门时 发现大门门锁竟然被浇水封住了 让他们只好请来锁降开门 被约监视器结果却让他们吓一跳 因为这名恶作剧的人呢 竟然用白纱藏刀到脚包得密不透风 就像是鬼魂 凌晨两点多 监视器拍下着吓坏人的怪异画面 一个全身包覆白纱的身影 正捏手捏脚爬上楼梯 走到住家门口 全部蒙完那里 头 面子都一个脸 你看脚那些都是蒙起来地下 那孩子都看得到 嗯 都看得到 三更半夜打扮成这副恐怖的模样 还在别人家门口徘徊 究竟这个鬼魂在盘算些什么 这家住户吴奈表示 其实当时他正在用浇水 把大门门锁给封住 大门门打不开了 都发现浇水 我们就照着开锁 帮他 把中间的锁区全部扣了 能给大家打开 原来这已经不是这个鬼魂 第一次上门恶作剧 住户拿出被破坏而更换的锁 算一算至少有三个 这一次也因为门被封住 害得家人上班迟到 只能找来锁匠 再度把锁区撬坏 有三次毛顿 走开了 就完了 后会用不着的 很狭流 很无力 很卑鄙的手 那个人都搞 住户表示 平常并没有和邻居起过什么冲突 实在不懂是什么人要这样做 根据这个鬼魂的身影 研判可能是名女性 目前他们已经报警处理 希望快点解决这个 让他们头痛不已的闹鬼事件 记者综合报道